台湾夏季气温年年创新高 闷热空气吸入肺部 恐让肺阻塞患者病情急性恶化 一名60岁的老烟枪 烟龄超过40年 长期出现喘咳痰的症状 以为是感冒好不了不以为意 连日高温让他走没两步 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就像被人掐住脖子无法呼吸 紧急送医后确诊为中重度肺阻塞 过去大家总认为肺阻塞好发于秋冬 事实上高温会让患者病况变得更严重 高温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就会扩张 这个扩张之后 其实在肺阻塞的病人 其实他本来就有很多一些发炎的物质 接着血液循环扩张之后 很多的血液循环会跑到肺部 肺部的身体的机制 他就会承受不住 所以肺部的这个发炎反应 就会变得比较厉害 美国研究发现 摄氏29度以上 只要每增加一度 肺阻塞住院风险就增加7.6% 台湾七八月动辄高达35度 推估急性恶化住院率 恐增加四成之多 肺阻塞更高居10大死因第七位 每年夺走6000人性命 医师表示 喘咳痰多半被误认为感冒 建议民众一旦持续喘咳痰 长达一个月以上就应提高警觉 目前是会采取叫做阶梯式的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比较轻微的病人 我们可以使用一种 或者是单方的气管扩张剂 如果病患比较严重 中度我们就可以使用 两种的气管扩张剂 那如果病患 这个持续还是发炎的很厉害 甚至他反复的一直在 恶性的这个发作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上 吸入型类过水 就是三种要一起使用 今年台湾胸腔记重症 加护医学会与亚东医院 等全台十家医院合作 在医院内设置肺阻塞 胃阻塞胃教阶梯 结合一分钟登阶 肺阻塞离病风险评估量表 让民众在登阶爬梯的同时 评估离病风险 并从胃教资讯中 找到正确的就诊科别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确保能有健康的身体 记得停不成台北采访报导